今天早上一睁眼 已经是来大岛的第六个白天了 前几天呢 因为刚到 所以比较新鲜 每天都玩得比较狠 所以今天觉得还真是挺累的 就准备不到远处 只在度假村附近转一转 今天呢是周六 刚好在附近的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有一个农贸市场 今天开 非常喜欢当地产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正好到哪里看看 然后呢 去一个当地已经废弃的老机场 改造以后的休闲地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海边公园 这个购物中心呢 离我们度假村只有几公里 我们大概十一点钟到这的时候呢 一看所有的摊都已经开张了 和我们的想象差不多 这还真是挺全乎的 有卖早饭的蔬菜水果 还有当地有名的咖啡 看这玩意儿 目前在夏威夷的大岛 在别的岛上我们也见过它 它是面包火 尝起来的味道有点像土豆 所以烹调的方式和土豆也差不多 看这个小小的柿子椒的东西 它居然是一种辣椒 我们挺好奇的 这个尝起来是辣的还是甜的 就得到的回答是 它可比墨西哥的小辣椒 也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 可以辣1000倍或者是1500倍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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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can't take it Oh my god They're really good if you make like a curry or if you like spicy food 所以它说如果喜欢吃辣的的话 可以烹调的时候放上半个 味道特别好 That's a pick one, I think 真被它说的辣度给吓着了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买一个试试看 非常的便宜 1块钱4个呢 又注意到旁边放了几个鲜红颜色的小辣椒 它说这个味道比那个还要辣 虽然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辣的 但想想它居然比墨西哥小辣椒辣1000倍 而且它说这是辣椒中最辣的一种 所以我没敢尝试 后来我们回到度假村 有一次烧菜的时候真的用了一下 完全不是像它说的 这辣度最多就和墨西哥小辣椒一个辣度 真不知道它这么夸张 这个辣椒的辣度还做不做生意了 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吗 它就是可可果 里面的小豆豆呢就是可可豆 等于说这个整个的一个果 然后把它打开以后 出来的就是在这种 然后最后变成这种干的 然后这种在提炼 然后除了可可粉 可可粉然后再做巧克力 再加其他的东西 捧着一大袋新鲜的水果蔬菜 满意地离开了农贸市场 下面要去到的是一个废弃了的老鸡场 那里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 休闲用的场所了 这是公羊 那带山羊湖的 那带山羊湖的 那是投羊 老鸡场呢建于20世纪40年代 估计它建设的时候 规模太小了 所以没用几年就被1970年建成的 扣纳新鸡场代替了 从停车场停好车以后呢 走到这个海边 先要经过一个长长的废弃的跑道 看来当时的鸡场只有一条跑道 可见鸡场多小 走过来的路上 远远就看到这边有好多的人 开始我还以为这边就是游人呢 走过来才发现全都是当地人 他们一家一家的就像朋友在一起聚会 孩子们在一起玩耍 还真是一个休闲区 而且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休闲区 我猜估计别的海滩吧 就游人比较多 所以当地人都不爱去 只有这个地方 因为基本上没什么游人 所以这是他们聚会的好地方 这一天的下午 因为都是在度假村附近的海边逛的 所以都不是什么有名的海滩 离这里不远 开车也就五分钟 那里有一个卡洛科国家历史公园 只可惜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关门了 有它到八点到四点就关门了 哦 所以咱们来是关门了 不过没关系 它旁边的一个海滨公园 阿卢拉海滨公园 没法关 所以随时都可以进去 这个海边推草以后 这露出来的这石头像不像海龟背 它好像在提醒我们 仔细看哟 这里有很多的海龟呀 还真是 站在这块石头上 往水里看 一个大大的海龟 真的就在脚的旁边上游泳 再往远处看 也有一个小脑袋 时不时地探出水面换气呢 走到岸上的时候 看见一个小狗探透探脑的 看来它很想过去 闻一闻这个海龟的味道 但好像是被冲上来的浪吓了一条 看这海龟多镇定 连眼皮都不带眨一眨的 也不知道这个海龟的觉能睡多长时间 反正我们在这里 来来回回地走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它连洞都不带洞的 这可不是在照什么举手里 原来后面还躺着那只睡觉的乌龟 正在照守抚睡觉乌龟的动作 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 天上的云层还是挺厚的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 能不能在这里看到日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